前輩幫我介紹一段的過去 那段非常地負窮的 我是林彥傑 然後我的工作是一名廣告製片 每次我過去這十年的工作的過程當中 每次有人聽到我說 我的工作是一名製片 他們都一頭霧水說 製片到底做什麼 甚至有人以為製片得不導演 可是我常常跟他們解釋說 你就把製片想像成一個旅行團體在領導 在出發旅行 去旅行之前 這個領導要幫你訂計票 訂飯店 安排車輛 安排餐餐 保險 這些拉哩拉招的事情 其實我的工作就很像是一個旅行團裡面的領導 當我從客戶那邊拿到一筆預算的時候 我要用這筆預算去組織成一個旅行團 對 我要聘請攝影 導演 美術 燈光 造型 演員 這就是很像是一個旅行團 然後我要把他們帶到拍攝的場景 然後我一樣要幫他們訂飯店 保險 訂計票 申請簽證 因為常常我要到國外開店 所以我的工作其實衝擊量 就是真的就是很像是一個領導 如果這個拍攝的計畫是長達幾個禮拜 或者幾個月 我還在每天絞盡腦汁去幫他們想 他們每天散餐 拍攝的變化 因為如果每天吃的一樣 可能會影響工作的情緒 這個就是我的工作 也真的就是很像零隊的工作 可是當這樣子年復一年的拍攝工作 在進行的時候 我發現我好像只是一直在幫別人完成夢想 或者執行客戶的代辦事項 所以我就決定我要拍一部自己的作品 一部跨國紀錄片 就是剛剛幫我產出的那段過去 就是我那時候的確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然後幾乎沒有休息 我除了去做自己的工作 其他剩餘的時間我都在接收電台的採訪 跟媒體打交道 因為我需要做一個非常大的曝光 去為我這個拍攝計畫申請臨資金 然後我也利用很多時間 然後去私人企業裡面去做提案 然後確實也很幸運 也有很多老闆 就是也看到我對夢想的熱情 也贊助了我非常多的敬佩 於是我就帶著這一筆心配 跟那一股很雀躍的 跟有衝勁的那種心情 就好像當初我剛進入這個社會 然後我開始想要對在這一行裡面 有一些作為的那種心情 我飛到了加拿大 可是當我到了加拿大 最後一關海關要過去的時候 他把我擋了下來 他跟我說你的工作先生出了問題 我沒有辦法讓你入境 然後我當時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我花了七個小時 我跟那個海關爭辯 我就說怎麼可能 我是一個專業製片 我就跟他說過去 我有十幾年的製片經驗 在申請拍攝簽證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是一個問題 然後他也確實上網去查了我的資料 確認我是一個製片 然後確認我有申請拍攝許可 可是因為裡面的一些細節出了問題 所以我必須在境外等待我的拍攝許可 他就說無論你要到哪個國家 總之你就是離開加拿大 你不要踏進加拿大一步 我才能夠繼續幫你跑這個簽證的流程 於是七個小時之後針殿 我發現無勞無功 所以我就帶著很沮喪的心情回到了台灣 可是這件事情壓在我心底 三個月我非常的鬱悶 就是整天就是躺在床上 除了吃東西我就是躺在床上 就有點類似要得憂鬱這種感覺 我當時其實非常接近這種狀態 但我不確定是這種狀態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後來我發現這種 這一股脆弱的能量 隨著時間越來越滾越大越滾越大 我突然有一天我就起床 我就想說好我要來做一個對談 我想我還是想要離開台灣 可是我做了這個離開台灣的決定是 我希望我自己能夠走多 能走多遠就走多遠 於是我自己下了兩個決定 第一是我不買回程機票 這是非常危險的決定 因為在我不斷的轉換國家當中 我都被海關或者是櫃台的人 在check in的人員問說 你的回程機票呢 我就說我不需要回程機票 因為我就是想要一直走下去 所以我用了一個非常愚蠢的理由 但是當然我有拿出我的信用卡 我的金錢 我跟他證明說 我可以在各個國家和我的家屬 我不會流落街頭 用非常強而有力堅定的語氣 跟他說我可以這樣子 對所以就一關一關上過 對然後 我後來發現 我想要用這種方式走下去 於是我就 我就很勇敢的我就出國了 對出國之後的 出國的前一個禮拜 我接觸到了servus 就是May介紹給我這個訊息 然後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差點流落街頭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都沒有做任何的工 可以沒有任何的計畫 第一次差點流落街頭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說 我有加入servus 我就試著打了一通電話 試著寄出幾封訊息 然後也的確是servus拯救了我 然後後來我才慢慢發現 原來我原本預期的沒有任何計畫的旅程 就是竟然最後是由這些servus servus接待我 慢慢幫我畫出一個 遨遊世界的一個地圖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謝servus 我接下來要分享兩個故事 這個地方叫 在艾爾蘭 因為今天是艾爾蘭 看艾爾蘭 所以我就分享了一個servus接待這個故事 這個地方在柯克 叫柯克 Cork 就是剛剛在題目裡面 有出現的一個地底 地圖 這邊 對 然後它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小鎮 叫Core 柯府 它為什麼有名 因為它曾經是 鐵達尼號最後離港的地方 對 然後 我要去的那個 這個地方叫巴黎的火湖 它是在它旁邊的一個 非常非常小的小鎮 當我在艾爾蘭 寄出這幾封接觸訊息的時候 只有一位德國媽媽 會呼人去 她都住在這個地方 柯普的旁邊 這個小鎮 我當時跟她 在用電話跟她確認 我要 然後我的確就要去住在她那個地方的時候 她跟我說 你確定嗎 這個地方幾乎沒有觀光客會來 然後我就說 我很確定 因為我不知道我去哪裡 她說我非常確定 她還說 Are you sure 這樣子 就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疑 都不斷來問我說 你真的要來嗎 可是當我要去她家的路上 我的確有點後悔 大家看到這一片一望無際的草原 我必須要開車開30分鐘才可以到達她家 這個還不要緊 這個地方不僅偏僻 她沒有電話的訊號 也沒有網路的訊號 就是我到那邊 我其實什麼都不能做 我也沒有辦法查 查任何的資料 但是也因為 少了這些科技產品的感到 所以我跟她 在第一晚有一個非常多的時間 跟深刻的斷話 這個德國媽媽 她20年前跟她的先生 從德國搬到艾爾蘭 然後開始在這個小鎮裡面 單身看護的工作 然後20年下來 她幫這個小鎮裡面 所有無法自行照料 自己生活的這些居民 開始提供照顧 然後這也是她 唯一能夠在艾爾蘭生存 跟養育自己兩個兒女 唯一的方式 經濟來源這樣 我為什麼說 她要獨自養育她的女兒 是她這兩個女兒出生之後 她的先生就開始對她 慣性的家暴 非常長期 然後最後她真的受不了 這樣子藏起身心的折磨 於是她跟艾爾蘭政府 提出了一個居住的隔離 居家的隔離 就要跟她的先生分開住 然後最後法院也把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有這個條款 是因為就是要讓小孩子在成長 在成年之前對家 還有一個完整的想像 然後我就跟她說 可是她對你家抱了那麼多年 你不怕在住家附近再遇到她嗎 她跟我說她當然很怕 可是她覺得爭吵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不足的事情 可是如果可以把一個安全的環境 跟健康的成長環境還給小孩 這未必對他們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她的小孩子還可以 在自由一致之下選擇 我今天這個晚上要跟媽媽住 然後第二個晚上要跟爸爸住 就是分開相處 就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她反而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所以她也就慢慢的 二十多年來她也就慢慢習慣 跟她的前夫有一個保持一個安全距離的狀態 然後我記得我當天晚上 聽完她這個故事 我自己躺在床上 我就想說 我當初被加上她前往回來這件事情 根本就只是人生裡面一個小小小小的挫折 可是當我聽到了這個媽媽 這個德國媽媽的故事 我覺得她被家抱這件事情 還有她這二十多年來承受這些痛苦 可能是會是她一生難以努力的一個創傷 我覺得跟我比起來 我的這個狀態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於是離開這個德國媽媽家裡之後 我就一開始想說 如果我繼續用這種方式 在旅行的途中把這個借助的訊息慢慢的散播出去 只要是有人微不 不管她在哪裡 不管多遠我都要過去 說不定還會有更多很好玩的事情 跟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就繼續這樣子一路一路衝 從愛爾蘭、英國、丹麥、瑞典、芬蘭 一路上都是這樣 我完全沒有機會 就是人家只要我回復 我就是像是一個導航這樣子 就走過去 然後我現在要分享下一個故事 是在英國的東邊 同樣也是在我差一點有落街頭的時候 我突然收到一個故事 那我當然也就走過去了 那這個地方在英國的東邊 名叫斯卡伯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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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人在下面非常喜歡的一個度假身體 然後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地方遇到這個社伯子接待者 是因為他原本是一個國小老師 可是某一年暑假他到這裡來度假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個以後就是他退休想要居住的地方 於是我遇到他那一年他剛好退休 他就搬到了斯卡伯勒來居住 這個地方確實也讓我感到非常棒 我第一次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真的也非常愛上了這個地方 也能夠感覺到他說的那種放鬆的感覺 因為我跟他相處了三天 他每天都帶我沿著這個沿海的小山坡 然後走不同的路線從不同的角度 觀看這個城市的沿海風光這樣子 然後直到第三天我們又走了一條新的路線 來到了這塊山坡地上面 他就停在那邊若有所思 我就問他說是你在想什麼 他就跟我說這塊山坡地是他三年前 他去年他媽媽過世的時候 他把他媽媽的骨盆灑在這片山坡地上面 所以只要每一次他想要跟他媽媽 他就會沿著這條路線走到這裡來這樣子 然後他跟我說其實他跟他媽媽 他唯一一段最美好的時光就是他媽媽 握病在什麼那一年 因為他把他媽媽接到斯卡伯勒來住 然後其實中間他們有大概五十年的時間 都是關係都是非常差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可以讓一對母子在五十年當中 其實沒什麼聯絡 可是居然在媽媽要過世的那一年這樣子 有這樣的轉變 然後他跟我說 因為他媽媽從小其實在修到院長大 可是因為修女的管教非常的嚴格 就是常常就是用一些虐待 或者是精神上面的虐待去管教這群孩子 所以導致他媽媽成年之後的性格 變得有一點點虐待 當他生下了這個 我剛剛講這個主角他叫泰崔克 他也用同樣的方式去對待他 所以導致他成年之後 他的性格其實有一點像他媽媽 可是他又一直想要 掙脫出他媽媽的那種 童年時候的那種影子這樣子 然後他跟我說 自從他開始用Servus 用幻術的方式去短暫接待別人 他開始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好 用來他和外界接觸的一個途徑 因為他在他成年之後 他的人際關係上面的建立跟培養 其實已經扭曲也造成很大的阻礙 而且因為Servus他有規定說只能量我 他覺得這是一個共同的默契 也是一個非常舒服的一個相處方式 因為Servus就是兩個晚上的安排 每次他接待完之後 他的生活又回到政府 他其實蠻享受這種偶爾被打擾兩個晚上 可是生活又回到政府的那種狀態 他覺得非常舒服 然後他覺得這樣也不至於讓他 可以和外界脫及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英國的這個爸爸 派翠克 是我在歐洲走的這三個多月以來 我覺得遇到最特別的一位Servus的接待者 因為我覺得透過Servus 每天每次兩個晚上的安排 其實我覺得我們交換的不只是 彼此生命的故事 反而是我們發現了自己彼此心底 那一份的安慰跟認同 我覺得這個是Servus帶給我最珍貴的禮物 對 然後我另外想要額外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是當時我從芬蘭要飛回英國的時候 飛到英國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遇到一個小女孩 她叫伊莎貝拉 她就住在我的隔壁 然後當飛機正要起飛的時候 她就開始錯起 我就過去安慰她說 你為什麼在哭 她就跟我說 因為她非常想念外婆 她的外婆在奔難 然後剛剛她的外婆送她到機場 然後她們現在要做短生的奔離 因為暑假要結束了 她要回到英國去上課這樣子 可是當時我就覺得 對於她這個錯棄這個理由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可是同時她的眼淚又給我一個小小的啟發 就是我覺得我好像看到當初 就是我被加拿大的海關前搬回的那個搬機上面 我一樣我也是頭貼著那個鍋衣 就是忍住我的淚水這樣子 對可是我心裡我當時是覺得 我好像我好像是全世界最失敗的人 對我當時真的心裡是這樣想的 可是可是我沒有想到說 呃成為一個夢想的失敗者 我居然還有再次起飛的動力 對我居然還可以 還可以再回到現實的 我居然還可以說 在回到現實的生活當中 繼續參與世界 我覺得這是旅行 帶給我最大的體悟 跟最珍貴的經驗 謝謝 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耶 還有三分鐘 有沒有人家有問問題的 我覺得她是好棒的講故事的人 我覺得導演、製片這樣 超常會講故事的 來那邊 我先不要講看沒其他人 我一直在發問 沒有沒有 不會不會 miss the question 她剛剛講的最後那個程式 是非常有的 Scarpola Fair 她是畢業生主題曲的那個地方 Scarpola Fair 它是四集 非常有名畢業生主題曲 就是這個地方 畢業生的電影 我們那個年代看 可不可以嗎 蝦蝦都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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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上一張 我沒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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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聽過 還有沒有聽過 都市先生 都市先生的主角 都市先生拿出電影 真的 好 三名來 三名要在哪裡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你有參加過 Scarpola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剛剛你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你完全沒有規劃 你就是到哪邊 然後再去尋找三名 那你有建立過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沒有規劃性的遊戲 那其實也已經一段時間了 如果你現在在選擇的話 你會建議用有規劃的 還是說依照像您之前的這個經驗 有沒有規劃 我是想到哪裡去 就隨性的這樣子安排 我覺得這兩種方式 以你現在已經走出這一段來看的話 我可以建議你怎麼做 好 等一下要問問題的人要到前面來 因為我們有錄影 就是方便沒有到現場的人 他們還有機會再看錄影 直到今天的分享故事 那我簡單的講一下剛才的問題是 如果讓你再選擇的話 你會選擇是一個有規劃的 事前有規劃的旅行 還是一樣沒有規劃的旅行 其實沒有規劃的旅行 變成是一條無法回頭的路 就是我當時為什麼會這樣 會選擇沒有規劃 是因為我當時的心情實在太差 因為我也沒有時間去找資料 我也不想找資料 所以我覺得是當時的心境促成我 我不想去規劃任何事情 就想說那先走再說 可是我覺得有點上癮 因為後來我又用了同樣的方式 就做了短短一個月 在歐洲其他地方旅行 當然是這件事情過了之後 可是我後來發現 這或許是我未來一輩子 都可能會再繼續使用的一種旅行方式 我覺得很刺激 但是真的就是 為什麼我敢用這樣的方式 是因為我其實常常在世界各禮拍片 其實我對於危機處理的能力 我還蠻能夠接受 就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能夠瞬間的解決 或者想辦法去 怎麼讓它更圓融的 即使它發生的話 我也其實都看得很開 所以我其實是 這十多年的工作 其實練就了我這個金剛不壞之神 就是心臟還蠻大的 請問你 來來來 旅行的故事 請問你旅行的故事 什麼時候把它拍成影片 在拍成影片之前 其實我已經出了一本書了 這本書叫 這裡有賣嗎 這裡有賣嗎 大家可能等一下可以找找 這本書叫 只是不想回家 對 是去年九月底的時候 台大文化出版社會幫我出版的這一本書 然後裡面也記載了 我從芬蘭英國 丹麥瑞典 芬蘭這五個國家 一路上遇到的這些故事 當然也包括了 大概我大概寫了七八位 社會法師接待者的故事 這一路以來我最深刻的故事 我全部都記在那本書裡面 非常完整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好 那我們就謝謝彥傑 APPLAUSE 還有一個就是 四季 那